中年女人,已走过青春的稚嫩,历经了世事的砥砺,感受过人情的冷暖,心境遇见清宁,更加真实地活着。 年轻时,人们总渴望一段轰轰烈烈的情感,浪漫而激情肆意。 然而,进入中年后,那种热烈的追求常常退居其次,人们更期望得一份安稳与踏实。 因为,要得到一份心心相应的感情前提,是能够遇到一个携手相伴,共同走过风雨的人。 或许,年轻时,他们也从梦见能够寻得那位只子之手,女子偕老的伴侣,但岁月如刀,红颜易老,白发悄然生长,中年女人更懂得,人生的风雨里,能够在她身旁共撑一把伞的人,才是最值得珍惜的。 所以,在趋向现实的情爱里,更见真诚。 中年妇女的情感世界,是由智慧与真心之旧的。 女人有几个地方,她们尤其喜欢被触碰。 首先,是她们的腰。 腰部,是女性妊柔之美,最具体现的部位,也是她们身体最以以为傲的地方之一。 腰部不仅敏感,更天生喜欢被触摸。 大多数女人都喜欢被搂腰。 搂住女人的腰部,往往意味着你已经失入她的心。 这个动作,不仅会让女人心里感动不已,也会让她们真切地感受到你的爱意。 搂腰象征的一种亲密无间的关系,是女人特别喜欢的一种姿态。 当你轻轻俯摸她的腰,她会不自觉地靠向你的怀抱。 其次是小腹。 每个月,女人都会来月经。 这时候,她们的小腹通常会有不适感,身体也显得虚弱。 如果在这时,你能够帮她柔柔腹部,就会极大的提升她们的幸福感, 让她们在心理和生理上同时得到安慰。 作为伴侣,好好呵护她,是一种不能忽视的责任。 这种关爱能使你们的感情更加牢固,对方也会对你更加依赖。 最后,是关于男女欢爱的部分。 男欢女爱,向来是男女交往中绵延千古的情愫。 它不仅是双方感受身心交融的最佳方式, 更是解决夫妻矛盾与分歧的有效方法。 俗话说,床头打架床尾和,在这种情感和身体的互动中, 男人往往能够迅速中伏女人的心灵和身体。 男女之间的这种亲密运动, 不仅让人感到健康与快乐, 更是维系恋爱关系的基石与方针。 而感情,是人生中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没有爱情的人生,是没有黎明的长夜。 在这漫漫长夜里, 每个人都渴望那一缕温暖的光芒, 美好的爱情。 中年女人也不例外, 她们经历了人生中的风风雨雨, 更加懂得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情感。 在她们遇到心仪的男人之后, 总会迅速给出明显的暗示, 以便于尽快步入爱情和婚姻的殿堂。 这些暗示,往往表现在言语和行动上。 中年女人,一旦喜欢上一个男人, 不会像年轻小姑娘那样羞涩矜持, 而是会自由自在地表达自己的感情。 不拒绝你的言语辽波, 甚至鼓励你开一些没有边界的玩笑, 暧昧地聊天,你变得自然而然。 她们用这种方式, 默许你在语言上越界, 默许你们在感情的探讨上湿入交流。 如果面对面相处, 中年女人会直接地注视你, 不逃避,不躲傻。 当她们的目光锁定你的那一刻, 你能够感受到一股无法抗拒的吸引力。 从这一点, 你可以看出她们内心的态度。 更重要的是, 她们经历了许多人生中的风雨, 有了丰富的生活阅历, 与你有更多的共同语言, 可以轻松进入深入的情感交流。 对于男人而言, 追求中年女人的方法, 与追求年轻女孩是有所不同的。 中年女人更倾向于高效直接的方式, 不喜欢拖泥带水。 如果你迟迟不敢表白, 大胆追求, 她们反而会失去耐心, 甚至最终将你排除在可能性之外。 因此, 男人若是追求中年女人, 不妨放下顾虑, 大胆一些。 记住, 她们渴望的并不是矜持的试探, 而是热情而明确的示爱。 判断一个中年女人是否对你动情, 可以看她是否默许你在言语上越界。 喜欢你的中年女人, 内心渴望遍你聊播, 不排斥与你聊一些没有边界的话题。 这下杨女士的故事, 她曾有过一段伤碰的爱情经历, 自从以前男友分手后, 她的心门仿佛关闭了, 许多年不敢轻易再恋爱。 然而, 命运总是喜欢在不经意间给人惊喜。 多年后, 杨女士在职场上遇到了一位心仪的男同事, 这位男同事的出现, 慢慢打开了她紧锁的心门。 从最初的工作交流, 到后来事态性地聊一些暧昧的玩笑, 杨女士不仅没有抗拒, 反而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与回应, 二人的关系迅速升温。 而男同事渐渐地察觉到她的心思, 便开始地主动地追求。 有时候, 她还会意味深长地对她说, 咱俩年龄都不小了, 都如凑成一对, 结婚怎么样? 杨女士总是直率地笑着回应, 可以呀, 你看什么时候方便, 我们去把正领了算了。 这样一来, 两个人没有掉什么弯子, 从暧昧阶段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恋爱关系。 所以, 男人要明白, 追求中年女人时, 直接一点, 反而更有效果。 因为中年女人在喜欢的男人面前, 不会畏畏缩缩, 而是渴望以更加高效的方式进入感情。 当她默许你在言语上越界时, 最终说明她对你有好感, 只要你大胆追求, 就有可能收获美好的爱情。 其次, 一旦和杨女士这样的女人恋爱, 她会在肢体上默许你越界。 在养性交往时, 女人一般都会给自己设定一个警戒区。 对于不喜欢的人, 她们绝不会容许对方进入, 她们会非常小心, 不会轻易地和一个男人发生感情。 一旦有异性靠近, 她们心里会产生排斥, 就会拉响警报, 和对方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不过, 当她们遇到自己喜欢的男人时, 就会放松警惕, 甚至于允许她进入她的警戒区, 希望和她有更多的接触。 中年女人尤为如此, 对于不喜欢的男人, 她们肯定会展现出高冷的一面, 直接拒绝, 不会给对方任何纠缠的机会。 相反, 当她们真正对一个男人动情时, 则会主动献殷勤, 抵出最明显的暗示, 期待更多深入的接触。 因此, 男人追求中年女人, 要看清她们的态度, 如果她们默许你靠近, 并愿意发生肢体上的接触, 这说明她对你动了真情。 此时, 你要更加主动, 多进行肢体接触, 比如拉手, 拥抱, 亲吻等, 她会更加喜欢。 明女士是业务部门的主管, 42岁, 一直单身。 平时的她, 是个非常高冷的女人, 一般的异性, 根本无法靠近她。 虽然有很多男人想追求她, 但一见到她冷若冰霜的面孔, 就不敢再有任何想法和行动呢。 后来, 宁女士工作的单位, 最近来了一个新同事, 是一个成熟稳重, 高大阳光的男人。 她很快便引起了宁女士的注意和好感。 原本一向对外人保持距离的宁女士, 忽然之间变得温情起来, 对这个男同事显得特别关心。 在工作上, 宁女士经常找各种理由激进她, 与她讨论工作中的问题, 每一个细节, 她都格外上心。 下班之后, 宁女士更是时不时约她出去吃饭, 或者一起逛街, 有时候甚至不小心发生了肢体上的接触, 而宁女士对这些丝毫不排斥, 甚至颇为享受。 随着时间的推移, 男同事也逐渐察觉到了, 宁女士对她的特殊好感。 于是她开始露出要追求宁女士的迹象, 而宁女士也默不作声地接受了这种暧昧的氛围。 两人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宁女士经常邀请男同事到她家里帮忙, 肢体上的接触也随之越来越频繁。 中年女人对待感情的方式往往是直截了当的, 如果她对你有好感, 她会默许你在身体接触上越界。 一个成熟的中年女人, 如果愿意与你发生肢体接触, 那她追求你的并非是你所拥有的财富, 而是真正希望和你在一起。 她们早已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独立性, 这种默许是她们感情的真实表达。 通常,中年女人都有自己成熟稳固的社交圈子, 她们是不会轻易让外人进入这个领域的。 如果她喜欢上一个男人, 她会主动将她带入她的圈子, 向亲朋好友、闺蜜介绍你, 帮助你更快地融入她的私人生活。 这是她给你的最明显信号, 是她认可你,接受你的标志。 不管是在她的家庭里, 还是在她的朋友之间, 你女士都会维护男同事, 让所有人都接受并认可她。 即使有人对她有意见或不满, 她也会不遗余力地为她挤围, 避免她陷入尴尬境地。 这种光明重大的举动, 意味着她已经向所有人招视了她们的关系, 她愿意与她恋爱、 结婚、 甚至携手度过一生。 中年女人在处理感情问题时, 态度成熟理智, 你但她真心接受了你, 才会有这些举动。 然而, 如果她并没有看上你, 那么你甚至连接触她圈子的机会都不会有。 因此, 一个中年女人的吸引相当明确, 如果她真的认定你了, 她才会这样对待你。 而在与自己熟悉的亲朋好友面前, 尤其中年女人, 常常在感情上披上坚硬的壳, 以免被别人看清, 遭受所欺的评论。 然而, 若她愿意默许你进入她的私人世界, 那便表明, 这个略显孤傲的内心, 你为你敞开, 她已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把你放在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位置。 因此, 千万不要辜负这样一片真心, 能得到她的信任和关怀, 是一份难得的福分。 中年女人的爱, 更多了一份沉甸甸的重量。 她深知这种付出并不容易, 若发生破裂, 造成的伤痛会更为剧烈, 更为深沉。 一旦她真正认定你, 接受你为她生命中的重要一员, 她会对你必加关心, 无论你物质条件如何, 都会坚定地站在你身后, 不离不弃。 所谓爱窝即窝, 她爱你, 其实也是爱着你周围的一切。 她会包容你生活中的缺点, 珍惜你为人处事的优点。 在感情和婚姻的长路上, 她会义无反顾地维护你的尊严, 而不落下该涉与打压的痕迹。 如果一个中年女人主动地要照顾你, 给予你无微不至的陪伴, 为你提供心灵的慰藉, 并且愿意在经济上扶持你, 帮助你在事业中取得进步, 那么, 你真的应好好珍惜她的存在。 她已经心甘情愿地付出 她所能给予的一切, 把她余生的情感与关怀 都倾注在了你身上。 这种无言的付出 是她一生积累下来的深情厚意, 因此, 请你一定要用心呵护, 不辜负她的真情。 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觉得我讲你一点意思,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 你的支持是我更新下去的最大动力。 谢谢大家, 我是单身朋友在中国的小慧表姐。 大家好, 我是小慧, 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要分享给你们。 我想告诉你们, 我已经开通了会员视频频道, 我将在这里分享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分享我自己的故事。 欢迎大家订阅会员, 一同来分享这个旅程。 我会在会员频道定期更新专属视频, 让你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我, 了解我经历的故事。 你们的参与, 你们的订阅, 将是我继续前行的最大动力。 谢谢大家。 如何投稿给我? 如果你是手机用户, 打开视频下方的简介, 点击投稿链接。 如果你是非手机用户, 可以直接点击视频下方投稿链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会员, 订阅会员, 订阅会员,